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正贏率是影響博彩股業績的其中一個元素 正贏率越高,自然對賭場收入越有利 賭場的業務主要有三大範疇 分別是貴賓廳、中場和國子老虎機 這三個業務的正贏率各有不同 貴賓廳和國子老虎機的正贏率通常都較低 都不會超過5% 至於中場的正贏率就高得多 可以去到兩成甚至三成 一般而言,正贏率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不過一旦正贏率出現改變 對賭場收入就會構成很大的影響 舉個例,2016年第四季 曾經有一位女賭神 幾乎日日在金沙旗下的巴黎人贏錢 令到當時巴黎人的中場正贏率 跌到只剩一成八 低於威尼斯人的兩成半 以及金沙城中心的一成九 女賭神拖低了金沙的正贏率 令到金沙當時的收入少了六千萬美金 總結而言,正贏率越高 對賭場收入就越有利 正贏率下跌就會拖累賭場的盈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